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过了5分钟以后 冰糖已经基本融化了 像冒小气泡的时候 说明里面的水分已经不多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转周小火熬制 腾液完全融化后 第一个阶段是浅黄色 像这回的状态就可以用来化霜 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果谱 例如葫芦果谱 都是非常好吃的零食 腾液继续加热 慢慢的呈现深黄色 这个时候可以用来给食物挂浆 这个时候浓度非常的厚 非常有粘结作用 可以用来做你老头刷撕裂的菜 当糖液变成枣红色的时候 加入开水 一定要加入开水 且不能关火 多煮一会儿 让糖散变得稳定一些 一分钟以后 关火出锅 倒碗中 看一下颜色 非常的好看 和红烧肉的颜色差不多 用它做红烧类的菜 不管是红烧猪蹄 红烧肉 味道都特别的棒 吃不完放冰箱 冷藏保存 放十天半个月 也是没有问题的 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糖散 颜色发亮 不发酷 就算是新手 也能一次性成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